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原来 五眼联盟 我不敢说是五眼 反正是五眼其中的国家 澳洲他们的 情报丫头 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主管 就说 居然有澳洲的友好国家 参与到本地移民社区的干预工作 干预点 是 移民社区 同时政客的激烈延迟 也会导致暴力 肯定 这位 情报丫头 就是Bergus 他也接受ABC访问时 他就是 是斥责 是澳洲友好国家 竟然 对澳洲的内政有干涉 这些国家 是开展 干预澳洲的活动 他就说 不是一个 他说 应该最少是三四个国家 计算数字 五眼 是吗 差不多 三四个 差不多一个半数 不是一两个 如果他说 我认为他说中国 原来不是 西方说中国是很正常的 正常的意思不是说中国有做 他肯定是说这些数字 有些是老屈 有些是太过敏感 原来最少是三四个国家实际上 是积极参与在澳洲僑民社区的 外国干预活动 这些国家居然 是友好国家 当然 也包括 这些友好国家的事情 他觉得很震惊 其实也不用震惊 奥巴马也是 大家都知道 美国也偷听过盟友 也不错 作为澳洲情报 Bergus也在访问中 警告政客和官员要小心 使用你们的延迟 因为可能会煽动暴力 并且点名 批评伊朗大使针对以色列的言论 不可接受 以及国家党 的议员 原来他也说一些 比较激烈的言论 这些事情是无补于事 Bergus也说 我的信息是针对每个人 使用的预言 他也说支持 大家 表达自己的政见 但是必须要小心 因为社会组成 是很多 部分组成的 亦有少数族裂 更不能 煽动人 因为激烈延迟 这些煽动会令社会不安 甚至有暴力事件 被问到 国家党议员在司 其实在集会上 就是敦促 反 再生能源的抗争者 就说 装他们 把他们 装进 弹夹里面 嘩 说这些东西 并且在投票时 使用纸质 是选票作为 这个 年纸 其实他的意思是 票债票债 但你用这些 这些东西 其实不可以 始终 子弹都是比较敏感的词 这位 Bergus 亦都说 当你使用 语言 这个是比喻 但这些比喻 是伤害到其他人 这样就不好 他也特别提到 伊朗驻澳洲大使 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 2027年 就说 有人想消灭我们 巴人 应该是指以色列 他也说 这个是个 多可怕的例子 实际上是不合作的 亦都不可以接受的 这个实际上 会令到我们社会 会有潜在的暴力危险 澳洲的极端主义威胁等级 亦都从上个星期 是possible 改成 properable 当然 这个也是十年来的首次 从这个可能变成很有可能 我们的总理 Albanese 亦都说过 现在 我们真的没办法 亦都看到英国发生的事情 其实澳洲 亦都有些人出来搞搞阵 当然记者亦都问 那怎么办 他就说 我们就要看看情况 適当情况下 如果有所改善就是港级 肯定是废话 这些大家都知道 说的是 移民 其实 现在 有一则移民的东西 都是新报告 原来新的报告 来自移民背景的 男性在澳洲生活时间越长 健康状况反而越差 咦 这样也有 就说 获得医疗服务的障碍 是移民男性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好似一位 我们说的南苏丹 其实当时 他在苏丹国 未独立公投之前 在南苏丹的人 都挺惨 亦有很多难民来这里 包括一位 澳式足球明星 叫哈米斯 他6岁的时候 从南苏丹移民到澳洲 现在24岁 他知道自己 所在的社区面临着很大困境 特别是心理健康问题 作为一项新的宣传活动 哈米斯也说了自己在移民家庭 生长长大的经历 他就认为 这个与 他成长的方式有关 他说移民到一个不同国家 坦白说 家里 并不是 好像 他们这样说 不是说到 好像毫无障碍 这里 是很多人都好 但不是 每个都是那么好 作为一个社区 这种 是习惯 很多人都是从世养成的 当然 你说我们在澳洲 会不会有些不习惯 初初来当然是不习惯 但是后来问题就严重 因为这个社会 还有些人 极端有利其事 所以也造成了 心理健康 问题的存在 心理健康问题不单是澳式足球 即我们叫Footy 在这个上面有的 其实其他的 联盟 其他的移民 也是有的 他对于这些移民来说 是不是有适当的资源 教育 还有材料 这样是最重要的 令到他们 都对这个国家 就叫阿玛尔森 他是2023年澳洲 年度当地英雄得主 作为一名 是叫做社区领袖 他就说 心理健康问题出于什么 就是有人污名化移民 这个是有的 这个是有的 而且有很多假消息 他就说我们必须要提供便利 除了外部的障碍 还有是家庭、文化、社区内部问题需要解决 他也是要大家 不需要强作震定有问题便说出来 有需要便向 相关部门反应 原来这份报告也说 77%的澳洲非裔男子 认为性 特别 承建影响了他们的医疗保障 罢发之以 61%的 澳洲亚裔移民男子 更 更加不容易被诊断出健康问题 来自 在多元文化社区 和预员背景不同的男性 获得医疗服务障碍 是比 澳洲百种人高出70% 报告也发现 非英语背景的男性 尤其是拿着人道主义签证 即指男人 他们 心理健康障碍 的形成更加容易 当然 支援得不够 事实上一些材料 关于何时出现症状 何时需要看医生 何时需要与 专业人士接触 这些都不够相关 亦很难查得到 这个就是最大问题 所以大家都要看一看政府怎样搞的 我都觉得是 为什么有些大事件是来自移民 当然 动手的不是全部移民 社会上 当然有些人是比较差的 但是 怎样可以 令到 该惩罚的人得到惩罚 该教育的人得到教育 这个真的很难搞 我觉得很难搞 另外一个例子 移民组织叫 Welcoming Australia的 首席 执行官 叫做 阿里 他说 我们需要更多的心理健康辅导 这个需要令到 整个社区知道我们有这些服务 而不是 是躲避的 亦都要改善 社区 和其他 社会 人种的关系 这个肯定 你无理由 只属于自己社区 总是要接触人 如果你真的要融入社会的话 另外 我们鄰国新西兰 亦都有个数字 原来新西兰的移民数目放缓到16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但是去海外找工 和找高薪酬的新西兰公民 的数字创下了纪录 新西兰统计局昨天亦在惠廷顿首都发布数字 截止到6月份的12个月 正移民人数降低到73,270人 直至5月份的12个月修正后 是83,740人下降 这个亦是2023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 2023年10月又是136,600人 对一个只有500多万人口国家也多 虽然入境人数仍然是历史高位 但是下降趋势是进一步表明了 对于居住和其他服务的需求 就不会像2024年 这样 当时新西兰央行就说 入境人数 可能是 额外通胀的来源之一 当然这句话也令很多移民很害怕 你这么说 只是把责任 推在我身上 关注重点已经是转向不断上升的离开人数 亦反映了新西兰的经济 报告亦说截止到6月份的12个月 正出境的新西兰公民 就有55,270人 人数创下升高 其中 离境是80,170人 抵达的就是24,900人 你一加减 正走了的 傅 就是5万多 38%离境的公民 就在18-30岁之间 并且有一半去澳洲 出境的原因 希望有更加好的生活 出现移民见顶的迹象 亦令新西兰央行对通胀 得到控制更加放心 新西兰就是 说 原来他定了 在今天有机会 对利率有调整 如果调整 一般来说就是 降 当然这些 真的不知道 反正现在全世界 这个移民国家 不再那么有这么多移民 因为他也要挡一挡 如果他不挡 最后他可能失去了执政的 权利 就是这么简单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次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拜拜 拜拜